大家好我是Paul 周圍到周圍為期讀 前天看到這個新聞心裡一驚 以為覺得是COVID又來一次 沒有啦 這個叫做Monkeypox 什麼pox就是我們講說長一些疹子 所以麻疹其實也是這個東西 是不是叫Chickenpox 應該是雞的樣子 但好像很忘了 這個要再confirm一下下 所以這個東西叫猴痘 所以跟猴子有關嗎 我也不知道 但總之這邊有點噁心 所以覺得噁心的人 現在趕快把螢幕關掉 Time to worry or want to ignore 所以是不是該是擔心的時候 或者這個我們可以去不理他 這是一個可以去ignore掉的東西 ignore就是忽視 所以這是不是該擔心的 還是這是一個我們可以忽視掉的東西 好那看一下這報導寫了些什麼 下面說 今天我們主要看一些想講的片語就好了 Get to Grip With 大概是這邊 So if you're still reeling from the covid pandemic Well sorry but there's another virus to get to grips with 如果你還是在這個 covid pandemic的過程中 還在慢慢的康復回來的時候 其實這邊這個reeling from這個片語不是很常見的 我們也多講一下好了 R-E-E-L這個字 它的意思是那一個 你看釣魚的時候不是那個 那個收縣的那個捲捲捲的東西嗎 那個就叫做reel 所以這個東西不只用在釣魚的杆子上面 它也可以用在電影上 所以像reel這個詞也可以講成電影裡面的一些片段 你看很久以前那個電影 還是現在還是一樣 就是它在播放的時候 事實上就有兩個reel 然後從一個地方放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你大概懂我在說什麼 看過這個畫面 所以reel from什麼東西 就是你現在還在從一個東西慢慢捲回來的感覺 so if you're still reeling from the covid pandemic 但很抱歉 現在又有另外一個東西 我們要來get to grips with 所以這個片語什麼叫做get to grips with grip的意思是gr.i.p 就是握拳的這個狀態 叫做grip 抓著東西 OK 抓著 我們不應該講這樣握拳 應該就是抓 像grip這個詞可以用在什麼地方 用在像例如說打網球的時候 continental它有不同的抓法 我記得有一種叫continental 好像是虎口對著其中 它的六角形的其中一面還怎樣的 因為那個拍子 你如果從一個方向看好像是六角形 六角還是八角 為什麼今天講的大概的東西 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 好像是八角形 如果你把那個拍子拿起來 從底下往上看的話 所以continental好像是用你的虎口 去對著其中一面這樣 所以它有各種不同的其他的抓法 所以這個就叫做grip 所以get to grips with 這邊就大概的意思是 if you begin to understand or you begin to deal with something 所以我們開始去理解它 開始去處理它 get to grips with 另外一個更常見到的片語是 get a grip 就這樣子 Hey get a grip 什麼是get a grip 就是不要再失控了 人生的話語權 你要把它掌握回來 你不要再人於亦雲了 或者說你不要再因為 可能你老婆離開你 然後你就從此以後 每天戒酒交醜 你的朋友可能就會跟你說 Come on buddy get a grip 不可以再消閃下去了 所以這個就是get a grip的意思 我在想起來這個東西有一個很白癡的 一個值得補充的地方是 如果剛年前在台北的捷運上 他為了就是那個捷運 為了鼓勵大家 在站在捷運裡面的時候抓著那個把手 他們就在他的廣告標語裡面寫著 get a grip這個片語 我一看到我就覺得笑了 因為我剛才講完他延伸的意思 所以難道是捷運公司告訴你說 大家趕快振作起來吧 所以或許他們是覺得這好玩 所以他用了這個酸關語的意思去 要求你站著的時候抓好東西也不一定 可是我記得沒有多久後就被撤掉了就是 還有一個也可以順便再補充的笑話就是 那個是不是在也是捷運上看過就是 我聽到Thank you for riding us 這好像是很多很多年前的 就是謝謝您搭乘捷運 Thank you for riding us 這個是很不行的 什麼叫做謝謝你騎我騎我們 那個騎我們的概念真的就是你想的沒錯 就是色色的方向 所以不可以 那相對來說我以前在多倫多的時候 他們的捷運的廣告語就好一點 因為多人都把他們的捷運稱之為火箭 就是Rocket 所以他的說法是 Thank you for riding the rocket 那就沒事 那是你說Thank you for riding us 聽起來就很奇怪了 OK 這個也是沒過多久就改掉就是了 好anyway所以回來這邊 所以我們又有另外一個virus 要來get to grips with 我們來處理他的這樣 那這一次是Monkeypox so this time it's monkeypox and there are around80 confirmed cases in 11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K that would not normally expect to have the disease 好 所以總共有80個confirmed cases 你應該在pandemic過程中 這個詞應該很熟的 就是確診案例 所以confirm這個字就是確定的 那加上一個cases確診案例 多講一個東西 confirm這個字除了就是確定之外 就有另外一個名詞 我這裡已經打出來叫做confirmed bachelor bachelor的意思是誕生漢 也可以是學士學位 所以假設你今天有一個 讀了一個什麼行政管理學 或者是政治學 讀出來的一個學士學位 大學學歷的話 你就叫做bachelor of arts bachelor of political science 或什麼這些的 一般來說我們讀的那種liber of arts 讀出來都叫做BA 就是bachelor of arts 但不見得一定是藝術 好 所以這個confirmed bachelor 意思就是這個人 就打定主義不結婚 就大概是像我這樣的狀態 所以我就是一個confirmed bachelor because I'm not willing to get married again 所以這另外多講一個詞給你聽 好 所以大概這樣OK 所以總共有80個confirmed cases 在11個國家包括了UK 而UK一般來說是不會期待到爆這個病的 so that including the UK that would not normally expect to have the disease 通常不會期待到會有的 怎麼爆了呢 所以下一句 那下一段就 so what's going on 到底發生什麼事 Is it time to worry or are we getting overly excited haven't just live through covid 還是我們 剛剛活過了covid 現在又整個興奮起來了 而且是過度興奮過度 因為你知道 這可以算是一招被蛇咬吧 千年怕吵生 所以說這個monkeypox 會不會像covid一樣呢 然後他馬上就給你答案 Let's be clear This is not another covid and we are not days away from lockdowns to contain the spread of monkeypox 所以我們不會是又再一次的 我們再過幾天 就要全部封城lockdown 並沒有 所以這不是另外一個covid 所以我們今天順 除了講一些英文之外 也順便contain大家的恐慌 不用擔心這個monkeypox會怎樣 我們接下來說 這個病毒的 一般來說它住在哪裡 什麼樣的宿主上 是野生動物 wild animals 所以這沒問題 which are actually thought to be rodents rather than monkeys 所以它雖然叫做monkeypox 可是它一般來說是 住在rodent身上 什麼是rodent 涅齒類動物 我的很好的一個女生朋友 最近又買了一隻涅齒類動物 不是喔 他不是最近買的 他買了一窩老鼠 買了一窩老鼠 就是幹嘛餵蛇搞起來 好rodent 就是我們理解的老鼠 說真的 是不是叫涅齒類 沒錯 OK 涅齒類動物 好 所以其實是涅齒類動物出現了 那為什麼不叫rodent pox I don't know who the fuck gives a fuck so somebody in the rainforest of western and central Africa comes into contact with an infected creature 所以有個傢伙 在熱帶雨林的 應該是 中非的 西非中非的熱帶雨林裡 哇這個開我眼界 我還不知道西非中非有熱帶雨林 我以為非洲全部都是沙漠 這完全是偏見 好所以 somebody from there comes into contact with an infected creature 所以come into contact就是接觸到了 好OK 一個有種的這個creature 結果這個virus就make the jump across species 我們稱這個就是跳舞種 所以就跳到人身上來 OK好 那接下來狀態就是你的皮膚就會爆 就會有那個疹子 so your skin erupts in a rash 這rash就是出疹子 那這個出疹子然後會變水泡 水泡的英文就叫做blister 那接下來它會結痂 結痂就叫做scab 所以我們今天正好就學到這三個字 湊在一起 rash,blister,and then scab 把這句剛剛再讀一次給你聽 所以這個virus makes the jump across species their skin erupts in a rash which blisters and then scabs over 好這樣很OK 這三個字把它學起來 酷 那講到這個物種跳 就是這個病毒跳物種的這個概念 我就想到一個 很久以前跟一個朋友聊天的時候 聊到一個事情 就是說你的艾滋病怎麼來的 然後我說猴子身上來的 那怎麼從猴子跳的人身上來的 就是接觸啊 但是後來就是似乎科學家證實是 應該是有人去跟猴子發生了性關係 所以透過性關係然後傳到人身上這樣子 我們就覺得幹誰會去幹猴子啊 可是這就是好像是事實啊 所以這個人幹了猴子得艾滋病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下一個討論問題就是 那這個人就是全世界最倒霉的人喔 他是天資第一號艾滋病患者 我們後來想想覺得不對 他幹猴子是自願去幹的 應該吧 他總不能被猴子降肩吧 所以他得艾滋病活該 我們覺得全世界最倒霉的人 應該是第二個得艾滋病的人 OK 這個人又去幹了另外一個人 然後他就WTF 我怎麼種了一個很奇怪的病毒 你害我的 right OK 好我們再來講這個不知道要幹什麼 That doesn't matter 好然後呢 所以好剛剛講跳舞中了 那沒事啦 是不是有一個crop up 我們來看一下 YES OK 所以就然後他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應該是要跟那個動物接觸嘛 可是然後就因為這個outbreak 事實上是很少的 所以你看這邊說 The virus is now outside its usual home and struggles to spread so it needs prolonged close contact to keep going 所以yeah 所以virus現在已經不是在一般的那種宿主身上 挑人類身上 所以他就是outside its usual home 所以他需要很掙扎 才能夠去擴散出去 OK 所以他就需要比較拉長時間的那個近距離的接觸 但是我們又不會常跟那些rodent接觸 所以這個outbreak tend to be small and burn out on their own 也就是說這個outbreak 通常來說 他自己就會燒光掉了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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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卻不是這樣了 OK 現在卻不是這樣 你看這邊 我這段很快讀一下 沒什麼深知 讀一下就好 small numbers of cases have cropped up elsewhere in the world before 所以crop up我們上個禮拜才講過 就是crop有那個農產品的意思 就是農貨物的意思 所以這crop up就像是東西長出來一樣 所以小數字的case有crop up 在世界其他國家包括UK but all can be immediately linked to somebody traveling to an affected country and bringing it home 所以這些都其實很容易追得出來 就是以前誰是誰的旅遊史追得出來 好下一句說了 that is no longer the case 所以現在的monkeypox卻不是這個case 所以 讀到這裡你就叫後裏學 那我們應該擔心了 所以下一段說了 for the first time the virus is being found in people with no clear connection to western and central Africa wow that worries me 所以第一次in history 這個virus呢 就被找到在一些人身上 而且這些人跟西非跟中非 屁關係都沒有 哇那怎麼辦 所以你應該要擔心嗎 好我們來 那我們這邊可以講最後一個重點了 因為我覺得做這個影片 另外一個重點是要大家不要擔心 好最後一個重點 的最後兩段說的 好也可以看一下 所以他長出來的 剛剛說的什麼blister scab 長這樣 真的很噁心 所以你不看就算了 OK 來我們看最後兩段 好他說了 but it spreads more slowly than covid and the distinctive and painful rash makes it harder to miss than a cough that can be anything 對 所以他的spread非常緩慢 而且他的很獨特的 又很痛的那個rash 就讓人家很容易辨別出來 所以有時候 有個人在咳 你會說屑會不會是covid 你就躲開 那或者你也不會躲 因為說不定他只是 I don't know過敏 可是今天如果有個人 有rash的話 你就知道holy shit I'm gonna stay away from this person 所以這個monkeypox 事實上是很難傳的 因為你看到一個人 長了一堆rash 你就不會接近他了對不對 好所以他就說了 It's harder to miss than a cough So this makes the job of finding people who may have been affected and vaccinating those at risk of catching it easier 所以這個就使得這個工作 easier 這句話要這樣子看 This makes the job easier Makes what job easier? The job of finding people who may have been affected 找出那些可能得病的人 可能中獎的人 簡單一點 找出他們簡單一點 以及把那些有機會中的人 來vaccinate他們 這些都簡單了一點點 這句話再讀一次給你聽 So this makes the job of finding people who may have been infected and vaccinating those at risk of catching it easier OK 最後一段說了 However 不用好一段我覺得 不用好一段我覺得 他還是警告一下 As we enter the summer season with mass gathering festivals and parties I'm concerned that transmation could accelerate 最後加了一句 還是要擔心 因為暑假到了 summer season來了 所以很多人的就是mass gathering 有festival 所以大家不要去就好了 大概是這樣子 講到這裡大概夠了 所以不要擔心 總之現在這有一個monkeypox 那看到路上看到有人有rush的話 不要接近他 就沒事了 好我們下次見